OK,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這個OBS虛擬盛騰 那我剛剛來的時候,我發現有一兩位老師已經有開始在用了對不對 老師平常錄影都是用這個錄嗎? 這是一個方式 但是我們今天應該有機會可以再介紹到其他的 您就可以參考看看,其實錄影的方法很多 現在疫情之下,大家工具越來越豐富了 而且我們今天所介紹的通通都是免費的 老師不用擔心他要購買的問題 馬上就可以拿去用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這個 首先第一個就是我們講的OBS虛擬攝影棚這一塊 那OBS虛擬攝影棚這一塊呢 其實目前應該網路上可能我的教學資料應該是最完整比較豐富 好,所以您隨便Google一下應該大概都是找到我的比較多 那麼,所以我有幫他整理一個就是教學網站 好,您可以在我們簡報的第二頁 我順便調查一下,老師應該都有用Canva了吧? 哇,有齁,所以大家應該都很厲害嘛 真的,Canva也是我寫的文章最多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不小心 是因為一直收集到你的那個 他收集就要學文章,收集到你的名字 所以便要出現 所以突然覺得這個出現率比較高一點 好,那您可以從下面這裡打開我的那個網站 那麼另外呢,在下面這邊,你有看到有沒有一個練習素材 所以老師如果今天你的電腦面沒有你的這個素材 沒關係,就從我這邊抓就好了 OK,好,所以我們先看一下,打開這個網站 那麼你打開了之後呢,我們先看一下 其實OBS的話,說真的 老師如果你有,剛剛有幾位老師用過 有沒有老師沒有用過OBS 有,好,所以我基本的畫面我要介紹一下 好,那您剛剛有Call的軟體了對不對 那等一下呢,你可以先把它安裝起來 如果你安裝起來之後 您會發現,在您的桌面上 桌面上應該會有一個這個 那麼你安裝完成之後,它就有中文版 所以您不用擔心 就是會有語氣看不懂的問題 好,這是第一個 好,然後呢 我們剛剛這個網站 這個網站呢 我們在OBS這邊 有一個開獎這邊 其實我大致上就先從它的 軟體的設定執行 有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呢 我們後面這邊 還有一些媒體來源的 媒體來源 包括你有些老師 如果你不想要 認真的 現出你的影像 你也可以用假的 就是虛擬人物的方式 或者是像這個Line裡面 它的會議室 這邊其實也都可以用 所以那個來源其實蠻多的 像這個Cartoon Animator也可以用 另外有一個 因為我們這一次的需求是 有同學要拍影片 那麼,同學拍影片他們用這個場地不見得適合 就是說變成它 有時候可能是 要約時間 還要來這邊 借場地不見得適合 對不對 所以他們其實也可以怎麼樣 直接安裝這個 就是手機版的 它就是我們手機版的OBS 那也是免費的 也有iPhone跟Android的版本 一樣有藍綠幕具備的功能 所以我們今天會有機會 跟老師介紹一下 你直接用手機做 直接錄 效果也很好 也是很OK的 所以這個 是我們今天會跟大家介紹到的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老師呢 您把這個OBS打開之後 大致上會是像這樣子一個 就是介面 但是他應該還會再問你一個問題 有沒有發現一進來有這個畫面 來,我放大一點 有沒有一個叫自動化設定精靈 好,他會問你說 請問你是要做串流 就是直播 還是單純做錄影 還是呢 您只是做虛擬攝影機 也就是說呢 你如果在OBS裡面 我們把場景設好了 那一台就變成你的相機 然後呢 你在這個Google Meet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會議軟體 我上線的時候 我就選擇那一台攝影機 這樣您大概了解的意思 這也是疫情的時候 它增加出來的功能 所以我們這邊 因為老師還是以錄影為主 還是老師已經當YouTuber了 哈哈哈哈 喔 我是串流 蛤? 你是串流 我不懂什麼是串流 串流就是直播 也就是說我是Live的 現場即興表演的 哈哈 就跟我們現在上課一樣是Live的 所以Live就是串流 是的 所以呢 我們主要的串流 就是我在這邊做的 那我指定好我的YouTube帳號 或者我的金鑰 那我按這邊 先開始錄影或開始串流 YouTube上就開始直播了 或Facebook 這樣的概念 對對對 這叫串流 所以 這種 缺點就是不能NG的 因為Live沒有NG的 對對對 那我們錄影 錄播OK 是不是可以重來 對不對 所以 我們 如果老師以 錄製教學影片為主 應該是第二個居多 對 OK 所以你就按下一步 那你下一步之後 他就問你了 請問你現在的解析度是多少 原則上 我看有些老師說 你是用WIN7的 也許你的解析度 可能會比較低 可能到1366或13 大概1300左右 但是那個沒關係 你就依照你的 就是筆電的解析度來做就好 那麼 後面這個FPS 就讓他 預設的就可以 所以呢 我們在這邊 你就這樣再下一步 再確認一下 好 確定一下 你的這個 整個設定 大概是像這樣子 其實 應該 你都只要照他 預設值就好 不算需要做太多的調整 好 除非說老師 您的電腦的效能 真的 就是比較 沒有那麼高 那可能 你錄影的 這個 解析度 就需要稍微降低一點 可能到1280 之類的 OK 好 那我們就套用設定 那萬一老師設錯了怎麼辦 沒有關係 您可以從這裡來 工具這裡 有沒有一個 就可以找到他的 所以剛剛那個畫面 萬一你不小心關掉 就從這邊再找回來就好 好 這是第一個 所以您一進來 會看到這樣的一個畫面 那麼 我們從左手邊這裡 左手邊 它看起來黑黑的 但是沒關係 你看我們左手邊 這裡 有所謂的場景 有沒有 場景 那場景的話 其實老師就可以把它想成 就是我們的 這個 電影 一幕一幕的 比如說我們今天有一幕在愛河 有另外一幕在高雄港 這樣是不同的 對不對 那如果我們以節目進行來講 我們很多節目 節目開始的時候 是不是有一個片頭 先播放下去 然後呢 我就會有另外一幕 是節目正式開始的 等到節目結束 最後是不是有一個什麼 片尾 對不對 你也可以把這樣當作是一個場景 好 那每一個場景裡面 我們就有所謂的來源 來源 也就是說呢 我的 假設我的是片頭 那我是不是要準備一個影片 好 那如果是節目進行時 像我們在現場 你看一下我們在這邊現場 在現場的話 我們是不是可以 就是 有投影機 有這些桌子 對不對 這些就是我現場需要的 這些設備 那對我們 這個來說 對我們的來源 就是你的 比如說你的文字 你的簡報 我就會放在這個來源這裡 這樣老師大概有了解一下 它的一個基本的概念 好 那我們呢 就實際來試看看 好不好 我先把這個 剛剛您在我的簡報裡面 簡報第二頁 不是有這個 練習的素材嗎 您可以從這裡打開 會進到我的雲端硬碟 打開之後 您會進到我的雲端硬碟 好 您應該會看到這樣的畫面 好這樣的畫面 那您看一下在這裡 我有一個背景圖 我有一個背景圖 在這邊 老師有沒有找到 有一個背景圖 好在簡報的第二頁 簡報的第二頁 好大家找到 你可以挑一個 诶 試看看喔 像這個的話 其實都可以自己做啦 好 所以您如果說 您搭配您自己的 這個 適合的場景 對不對 那我就把它下載下來 你看我就找一個 我把它下載下來 好 那我存下來了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放在 OK 我現在放在這裡 好 那我怎麼拿過去 老師有沒有 已經有升級到Windows 11的 這邊有一位 其他都還沒有 對不對 都還沒有當白老鼠 因為Windows 11呢 有它的好處啦 但是缺點 就是我現在做這件事情 你不能做 按著它 你看喔 我們現在下載之後 是放在下面這裡 對不對 所以我按著它 丟丟丟 丟到這裡來 滑鼠不要放開 拉上來就好了 放開 有沒有這樣就進來了 這叫偷懶法 但是Windows 11不支援 呵呵 所以怎麼辦呢 呵呵 請從這裡來 如果老師您的不支援 你標準的 就從來源 有沒有 來源的下面 是不是有個加號 按一下 你找到 找到 圖片這裡 這裡比較辛苦一點 你按一下 然後 這個地方 名字 你自己自訂 沒關係 按確定 接著再來 瀏覽 呵呵 所以 如果說老師 你有找到的 或者你用檔案總管找到也可以 你就可以這樣子 找到它之後 按著丟進來 這樣也可以 OK 所以我剛剛 自從瀏覽器的 會比較方便 我只要從這裡 按著 拉來這裡 不要放開拉上來 這樣就有了 這樣是比較方便的 好 OK 那您現在看到 我已經有一個背景了 對不對 那如果我還要加上 可能我需要 有教材 或者是我的簡報檔案 我們就有幾種來源 那麼 老師最常見的 其實老實講 如果老師用OBS 我通常比較建議 可以的話是 雙螢幕是比較好 因為我們在單螢幕之下 其實老師有些操作 你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如果雙螢幕 我就很單純 我就拉過去 反正 就截取那個螢幕 這樣是最快的 好 有沒有老師 您現在就是用雙螢幕 有 有 其他老師 都是單螢幕的受害者 哈哈 因為單螢幕的話 其實會比較辛苦 會比較辛苦一點 那我們現在來看 我現在這裡已經有 兩個了 對不對 好 一個 那我 如果老實 因為現在大家都筆電 所以你一定有 攝影機的鏡頭 那 你就可以從這邊 你看 在這裡 加號 攝影機鏡頭 我們就從這裡 有沒有叫視訊擷取裝置 這個地方 好 你就可以從這個地方 把你的網路攝影機的鏡頭 抓進來 那 什麼名稱 你可以自己自訂 沒有關係 這個 可以自己自訂 我按確定 好 那這個時候呢 像我裡面 我有比較多台 有沒有 我有比較多台 所以 我就必須要去選 現在這一台 是我 就是筆電的 我筆電上的 但是其實 我要跟老師 介紹一下 事實上 這個角度 你有沒有感覺 我這個角度其實不是很OK 有沒有老師 你用筆電是把它擺這樣子的 因為這樣子 由下往上看 就看起來比較 偉大嗎 哈哈 沒有 老師 你不覺得 我們都用筆孔看人家嗎 哈哈 所以 老師應該有發現 如果你參加線上會議 很多老師用那個內建鏡頭 就會變成這樣子 就會變成說 你看 我這樣 我在看著這裡的時候 這樣子 筆孔就看著你 哈哈哈哈 所以其實 我會比較建議老師 你有沒有發現 我拿這一台 我這樣子 有沒有認真的看著你 對不對 所以 說真的 老師不管是錄影或直播 你也要學會 看鏡頭講話 雖然我不知道鏡頭後面是誰 哈哈哈哈 所以如果你是 看著這樣子的 你有沒有感覺 我不管哪一個我都是低頭 對不對 兩個效果就會比較差 所以其實我建議老師 其實我平常自己在上課的時候 我在家裡面錄教學影片 因為最近在錄那個摩克斯的影片 我的鏡頭其實是 假設我的螢幕 在這裡的話 我的鏡頭是比我螢幕再低一點 我是把 我是雙螢幕 我是 把鏡頭放在中間 就是兩個螢幕的中間 但是它的高度 不是直接放在螢幕上 是放下來一點 因為我是用 我用那個 個人電腦的 所以我的螢幕會比較高 那你如果是比較高 你看我們平常做的時候是這樣 對不對 所以你就變成是這樣看 可是我在看電腦螢幕的時候 別人就覺得你不尊重它 你都沒有眼鏡看著我 哈哈 有沒有那種感覺 我們如果常常參加那個 現場會議就會有這種 奇怪為什麼這個講者 老是眼睛看下面 哈哈 會覺得就是沒有眼神的交會這樣子 所以其實那個擺的位置還蠻重要的 蠻重要 等一下我再找一下 我有拍我那個 就是平常工作的那個畫面 有在我的部落格文章裡面 所以我先勉強用一下 哈哈 好勉強用一下 那像這樣子 老師抓進來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欸大小你是不是可以自己調整 可是 你看我像這個 上面剛好有一個電風扇 我可不可以不要拍到它 除了說我直接調整這樣以外 事實上老師在這邊要會一個東西 要會一個快速鍵 來你看一下我按哪一個快速鍵 有沒有看到我下面 我按一個什麼快速鍵 下面 這裡 有沒有Alt 對不對 欸你可以透過這個Alt這個按鍵 我按住的時候 我再調整這個邊邊 你有發現在做什麼事情 有沒有在做裁切 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您不是 像這樣子 我沒有辦法完全的 就是抓進來 我可以透過這個裁切的工具 你只要按住Alt鍵 本來我們不按的時候 它就是單純的縮放 但是你搭配Alt這個按鍵 它就會變成是裁切的功能 那有沒有裁切 我們透過什麼 是不是透過顏色就可以知道 對不對 有裁切那邊顏色會不一樣 那這個呢 不是只能用在視訊鏡頭 你用在其他的也都可以喔 這樣老師OK嗎 好 那有了這樣概念之後 欸對 順便跟老師提一下 我比較鼓勵老師可以的話 你是外接網路攝影機比較好 為什麼 因為你外接網路攝影機 第一個 你方便調角度 對不對 我們 螢幕上的你要調比較難嘛 第二個 大部分的筆電 內建的網路攝影機 品質都比較差 有些老師頻頻點頭就知道 哈哈哈 你看 你看我 背背 我現在這兩個 螢幕 你有沒有感覺 哪一個拍的比較多一點 哪一個比較瘦一點 哈哈哈 很顯然的 右邊這個勝出對不對 因為這個有廣角 其實我筆電內建也有廣角 它是78度 可是 人家我右邊這個 比咖啡再多一點 咖啡85度而已對不對 我們這裡95度 哈哈哈 所以說 你 因為我們有廣角 它的好處是 第一個 你看起來比較瘦嘛 哈哈哈 第二個 你有沒有發現 我可以拍到 範圍比較大 上下左右是範圍比較大 那這樣子的話呢 你能夠裁切的 是不是就比較多 而且如果說我們可能 不是只有一個人 我可能是兩個老師 或三個 或者甚至老師跟同學 我也可以一起入鏡 我不用坐很遠 這樣您了解那個概念 所以其實我蠻鼓勵大家 而且這一台 比老師這邊這一台還便宜 哈哈哈 那一台比較貴 邏輯的那一台比較貴 現在老師上課是 我平常上課是帶這麼多台 哈哈哈 因為我平常上課都是兩個螢幕 因為現在混成式的教學 我都會有一個是我的畫面 一個是現場同學的畫面 因為這樣子 線上的同學 才比較有參與感 不然他覺得好像我只是跟老師在上課 其實不是啊 是大家一起在上課 所以我就會像這樣 比如說你看 我就會像這樣子 欸 有老師的畫面 又有現場同學的畫面 那因為我們上課都會錄影 所以其實 同學就可以 看的時候 就比較有 一起上課的感覺 這樣子 OK 好 那 有了您的網路攝影機畫面之後 欸 您可以做去背對不對 好 那我們在OBS裡面 你要做去背呢 因為我們那裡有藍幕 可是那邊目前稍微比較安一點 所以 現在老師上課 也都要自己帶 有沒有 哈哈哈哈 欸 有綠幕 是的 當然 還要有什麼 架子 藍幕 對不對 平常我都是在賽衣架上課的 因為賽衣架就可以退來退去的 節省人力 欸 可能 欸 要看 今天 我做幾天不方便再賽一下 哈哈哈 對 然後呢 老師我們 待會要錄影的時候 還要準備這個 知道嗎 白糖嗎 對嘛 這樣才比較有Q 對不對 各位 這個網路上就可以買了 這便宜 哈哈 但是很有感覺 所以呢 等一下呢 我們 會像這樣子 那 以我今天來講 我穿藍色的 就不太適合用 藍幕 那其實 我之前有去 一所 我去苗栗高商 他們也有 類似像這樣的 這個 我們這邊 不是喔 這個 窗簾嗎 有沒有感覺 窗簾也可以拿來用 對對對 只是說 我們現在窗簾 因為 那個透光 加上顏色比較不平均 所以 可能 可能要找像這一種 顏色比較平均的 像這樣子 嘿 因為拍人的時候 我們要用藍幕跟綠幕 但是如果你是拍其他東西 比如說像我們知道 像拍手 那個黃金 有沒有手 那個金飾 可能就是用黑色啦 有沒有 黑色的絨布 或者是 那個 暗紅色的那個絨布 比較多嘛 類似像這樣子喔 好 那你看一下 對 老師如果去網路上買這個啊 比較貴一點啊 大概兩千多塊 就兩千塊上下這樣 欸 人家是連外框跟可以收 像錄影有沒有 可以把它捲起來 收起來這樣子 對對對 啊這個 四百五十塊 去布裝買 哈哈哈哈 你就再車個耳朵就好啦 對啊 就像這樣子 所以呢 我們如果在這邊 老師呢 你要去背的話 你看喔 我就現在做一下 那怎麼去背 在這裡 你看這個地方 不管是老師的照片 影片 或者像這樣視訊的鏡頭 都可以喔 好 你看我點到我的這個之後 有沒有下面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叫做濾鏡 你可以點看看 雖然你現在後面還沒有 老師有找到嗎 有喔 有喔 好 欸對了 我給老師看一下一段影片 好了 老師你覺得這樣待會我手很痠 我們這裡有準備這個 您剛剛在我的這個素材裡面 有一個 藍綠木的影片 有沒有 欸 我們也可以先拍好 再來做去背嘛 好 那OBS它比較特殊的就是 它可以做的是即時的 那您如果先錄好了 再來做 一樣的道理 一樣的道理 所以你看 在這邊 老師今天會覺得比較熱嗎 一點點 還好吧 所以我們就放乾冰可以嗎 好 這一個 一樣我按右鍵就可以把它 下載下來囉 好 所以這個是老師在沒有 藍密目去背的狀態下 您就可以使用了 好 你看我就把它下載下來 OK 一樣的方法 我按著它 按著它 丟丟丟丟到這裡來 再拉上來 有沒有這樣就有一個 有綠木的 嗯 那一樣的方式 找到誰 這個如果你要放大一點 怎麼放大 把它稍微拉大 好 這是一種方法 但是如果你想要偷懶一點 你可以在上面按滑鼠的右鍵 有一個叫做變形 有沒有一個叫變形 我就請它幫我 跟螢幕一樣大 這樣是不是比較快一點 這樣我就不用再慢慢的拉撐 好 這樣有沒有一樣大的 好的 那我要把它去背囉 怎麼去背 老師還記不記得 我們剛剛是用濾鏡 倒數第幾個 第四個 所以你知道我現在都只算數字 不問 哈哈哈哈 因為用算的比較容易 好 到此第四個 好 按一下 因為它很標準的綠色 所以呢你看 有沒有去掉了 欸 煙 待會還會再出現一次 但是重點是 來我煙回頭一下 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煙 綠色是不是不見了 看起來看到火災 看到火災 糟糕 所以我們那個火災演練 可以用這樣子 哈哈哈哈 好 但是你有沒有感覺到那個煙還是有點綠綠的 有沒有發現煙有一點綠綠 你們這樣比較看不出來 我螢幕上看得出來 有沒有 有一點綠綠的 所以這個時候啊 我們要多做一件事情 你看下面這裡 其實如果像我們剛剛那個去背 事實上如果萬一你去的不是很OK的 我們可以做一些調整 可以做一些 但是我下面針對煙 我先調整的是這個 因為我們以前有一個廣告 大家可能有印象 冬如果不好 人生是黑白的對不對 對 對 所以這個地方 什麼地方叫做 那個叫做建設溢出 好 這裡 其實指的就是我們的彩度 這裡 這就是我們的彩度 好 那我現在先針對我的人像 我來做調整 給你看 你就會比較清楚 來 在這裡 好 你看喔 這個叫做建設溢出 你看我往右邊一點 你有沒有發現 變黑白了 往左邊一點 有沒有回來彩色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你就知道 什麼意思了 所以今天 我們如果說針對剛剛這個綠幕 因為它現在這個煙 其實是有一點什麼 有一點 就是 綠綠的沒有去乾淨 那煙我們就要純白了 對不對 所以我就告訴他 麻煩你把我變黑白的就好 所以我把這個建設溢出 調到最右邊 我的煙會變成純白色 煙就會變純白色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 有這樣虛擬它 有沒有這樣 老師應該知道 因為現在很多煙 要自己演 哈哈哈哈 這樣了解了 好 所以 如果我的綠幕 這樣進來 在後面 嘿 這個 我看一下 穿 麻煩好嗎 再麻煩 你看這樣要浪費兩個能力 有沒有 哈哈 對對對 這樣就可以 然後 對對對 你要一人一邊 稍微幫我拉 謝謝 感謝 感謝 這人就不能太高對不對 所以我稍微拉低一點點 這樣 有沒有 但是 我看一下 這邊不夠過來 所以這邊要再過來一點 好 所以這裡 有沒有手痠了 哈哈哈哈 老師有認真喔 我有蹲馬步喔 哈哈哈哈 有沒有 但是這樣子 還不夠對不對 我們老師要找個桌子來 那你看我上面這裡 我上面這邊 您可以找到 我們剛剛找了兩個地方 一個是背景圖 一個是藍綠幕影片 這裡還有透明圖有沒有 欸 點進來我這裡 現在老師上課連講桌都要自己帶 呵呵 所以我就從這邊下載一個講桌 好 把它下載下來 一樣的 我就把它拉拉拉拉拉到這裡來 有沒有 上課現在連講桌都要自己帶來 呵呵 這樣我們是不是就 場景就準備好了 喔 那我就可以怎麼樣 來這邊 準備 當然你那個大小比例 你可以自己來調整一下 喔 比如說我要大一點 但是我放下面一點 這樣子你就可以準備好 那我在右下角這邊 你看 有沒有一個叫開始串流 跟一個叫開始錄製 對 所以如果我準備好了 我按下錄製 欸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到哪裡 對不對 然後我就可以像這樣馬路之下 所以像現在這兩位打工的同學 就不太認真 手舉得不夠高 哈哈哈哈 有沒有感覺到 對不對 你就像這樣我就可以錄起來了 所以虛擬攝影棚的意思 我們就是說 原本 謝謝謝謝 手聲啊 你看 這錢拍拍 你看 欸 就是說 我們原本可能 你剛剛看到這些動作 我們應該在哪裡進行 是不是在攝影棚裡面進行的 但是現在因為設備的進步 電腦軟體的進步 我們都可以像這樣即時的就完成 所以效果就很不錯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是 呃 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其實為什麼我當初會 蠻喜歡OBS 就是這個原因 不然 一般來講 我們必須要去租接這個攝影棚 光這些設備 大概就很辛苦 好 OK 老師這樣 第一個 怎麼安排一下場景 跟做攝影棚去背 有沒有一點概念 那如果說 老師像我們剛剛有一個煙 因為它是影片 這個地方老師 順便提醒一下大家 我們在OBS裡面 預設如果老師要播影片 它播一次就會停止了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我現在已經沒有那個煙幕出來了 所以呢 如果你希望說它不斷的重複的話 請你點到這一個影片 在它的屬性這個地方 把它按一下 有一個 對對對對對 循環這裡 你沒有勾這個 它就只播一次而已 如果你有勾 它就會不斷的繼續播放下去 好 現在我把它拉到後面一點 有沒有 我的煙又出來了 對不對 那它播完了 又會再循環 繼續播 繼續播 好 那如果我希望 因為這樣煙會擋到我 對不對 可不可以把煙放在我後面就好 可以的 我們一樣可以透過這個 老師看到下面我們在來源這裡 這裡 這裡有它的順序 對不對 你只要拉著它往下 好 你看我在這裡 我按著它往下拉 往下拉 放在這裡 這樣煙就會放在哪裡 放在我的視訊的後面 有沒有發現我沒有去被煙 現在就在後面 拉到這裡來 有沒有 煙就不會擋到我了 所以那個塗層的順序 就是從這邊直接去做調整 這樣第一個部分 老師這樣OK嗎 好